Hello 大家好 我们打卡抗炎饮食12月份的第一天了 我们也就是要先把细菌准备好 那原汁鸡呢 咱们也要准备一下 然后菊粉呢 包括是那个 先要准备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原汁鸡 对吧 然后这个鱼甘蓝粉呢 保密生菌呢 还有这个菊粉呢 咱们之前也是参加打卡 人手一份 然后咱们先来榨这个细菌 其实非常简单 洗钱呢 我建议大家用过滤之后净化过后的这种水去洗 这样可以把上面这种农残写的比较干净 那么我一般是洗个两到三道 然后写麻烦棚一次可以多洗 洗个五斤六斤的 这样的话 两天三天量都给准备好了 然后喝起来的时候直接丢紧面 直接炸 这个是超级简单 给大家示范一下 喝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渣给过滤一下 太多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咱们去吸收这个 洗心水里面的营养 过滤碗里面扎着还不少 这些扎的话扎进来口感也不是很好 OK 这大概500毫升的细菌汁 大概需要用到7块钱左右的一个芹菜 也就是说一斤多 那我们这边芹菜都是三四块钱一斤了 不知道你们大概多少 然后打完了 现在我们就喝下去 喝完之后咱们再过30分钟左右 然后再去吃这个饭 如果说没时间最少煎个10分钟 让这个心情充分的 好 就来喝了 对 直接喝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准备上了 拿一条鱼甘蓝粉 拿一个这个鱼甘菌 小一点 好 大家看我们群友是怎么来吃我们的抗炎餐 其实非常简单 抗炎餐的话有21餐盘 准备一个21餐盘 没有21餐盘 对吧 就是说一份肉一份菜 对吧 再加一份水果 一份米饭 基本上咱们每天的八大一氧素都全了 那看一下这个群友的 看下来大家都知道怎么吃 如果说你还没有食谱的朋友 记得适信我 食谱两个字 这个食谱马上就会推送给你 你也能收到这份食谱 最后还是要做个好分享 跟着我们一起卷纸啊 控堂啊 有非常多棒的案例 拍过很多视频 都讲过这些故事啊 就像咱们这个荔枝哥呢 对吧 剪了一段时间 现在也帮着我去交新手 他的一个腹肌呢 已经出来了 都开始竖行了 那像是这个武林霍的老妈妈呢 对吧 60多岁 从12份一直打卡到现在 他剪了大概有20斤 从120斤啊 一直瘦到100斤 腰围呢 从这个87变成了72 那可以说是 也是咱们的贵粉里面 减脂控堂 非常成功的人 那我所有去讲他们事情 都会发现 我们都有喝这个菊粉 对吧 贵粉都有喝这个菊粉 就是因为它有比较好的 那种可容性散热纤维 对吧 就为啥要选择菊粉 第一个就是说 它比例是原粉啊 第二它比较实惠 尤其是这种控堂啊 减脂啊 它本身是一种低能量的饮食啊 那缺少食物 尤其你缺少这种膳食纤维的一个补充 对这个肠道优化 并不十分到位 就导致你吃 但是你消化吸收率 比较低下 很多就排出去了 那这个菊粉呢 对吧 当然你会发现有些比较贵 对吧 这因为以前咱们中国没有国产 然后国产之后呢 国外的也跟着降价了 然后给大家找的这个菊粉呢 基本上它这个品质是过硬的 但是价格呢 是非常实惠 你们看到淘宝上找也是39一桶 那这里呢 也更实惠 就是367块钱一桶 两桶的话 你可以喝两个月 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击支持一下 那也希望大家能早日 对吧 控堂减脂成功 那会属于自己的健康 我们下次见拜拜